旋轉 各位炸彈專員 歡迎大家在這裡集合 我是指揮官Derek 你們今天的任務就是拆除炸彈 現場我們會看到有很多炸彈 但由於炸彈狂徒很固華 他將炸彈上的所有線 用繸鉗將全部線都剷斷 全部剪掉 目標是令你沒那麼容易去塗炸彈 所以在炸彈之前要先修復炸彈 從而找到整條線剪掉 才能解除炸彈 不用怕,現在有四個人一組 組上會看到一個戴著護目鏡的哥哥或姐姐 他是一個工程師 他會教你如何修復炸彈 可以修復和接駁線 你聽到指示做就可以完成了 另外也有一個哥哥哥拿著一個情報盒子 他是臥底 臥底知道最後要剪哪條線才能把炸彈拆除 但他不會輕易相信你 他會先考驗你 看看你有沒有實力 有實力才會告訴你 怎樣考驗呢? 他會交四個情報盒子 之後你會把它拆開,裡面會有一個暗號 四個盒子裡面分別有四個暗號 你把這四個暗號記下 然後復原盒子 把它一次過交給臥底 告訴你暗號是什麼 他就會告訴你去剪哪條線 你知道這個情報之後 你會把那條顏色的線剪掉 炸彈就會被解除 你今天的任務也會完成 接下來我就會教大家怎樣去拆這個情報盒子 很簡單,情報盒子上面有兩個三個人的連接件 你們用一支七字形的六角視 你就可以把三角件上面的螺絲扭鬆 把它拆出來 拆完之後就移除了這個黑色的旅行材 另外換了一支十字螺絲批 把盒子上面的螺絲全部扭出來 打一個盒子裡面你就會看到暗號了 記得暗號之後 把暗號放在盒子裡面 再蓋上蓋子 把螺絲扭回 還有把黑色旅行材 和這兩個三角件都安裝上去 這樣就可以還原盒子了 在你們安裝三角件的時候 是最困難的 因為你要收到三角件的時候 你要留意一下 裡面會有一顆螺絲 留意一下螺絲有沒有旋轉到90度 它會卡住金屬才能收到 如果它沒有旋轉到90度 你就要鬆開一顆螺絲 讓螺絲向後退 你再收緊螺絲 螺絲會升的時候 它會再旋轉 看到它有旋轉90度 才可以確保到螺絲被收緊 不要緊 你不知道的話 到時候我們都會給相應提示 告訴你怎樣去做 另外你們在維修炸彈的時候 工程師會在這裡 但這個過程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會用到很多危險的工具 所以你們必須要戴上手套 還有戴上護目鏡 才可以進行維修的工作 當中你會用到一個電落鐵 這支我們俗稱為冷雞 它最高溫是300度 非常熱的 千萬不要碰到金屬的部位 也不要碰到別人 碰到別人就會非常痛 因為它300度很高溫 另外你會用到一個工具叫熱風槍 它會吹熱風出來的 在這個位置 那些熱風跟你家的風筒不同 吹上的風是熱很多的 所以不要來吹自己的頭髮 因為頭髮已經吹不住了 也不要吹人 因為它非常熱的 總之你們在使用任何工具的時候 都必須聽從工程師或者臥底的指示 才可以做 就可以最安全地完成任務 世界和平就交到你們手上了 祝你們好運